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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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向做事的風格 都是很低調和不喜歡表演 不過要為了令你們明白 我一直在做事 所以希望明天你們可以抽一點時間 出去替我做一次案件重現 謝謝 電台叫 大佬山隧道近飛鵝山 大佬大道泥頭車箱鑽 現場已經清理好 龐妖道近禮港城, 可能飛鵝山 車有巴士, 帶兩雙頸 麻煩附近手足趕去現場, 結束 各位, 準備好嗎? 是, Sir 小巴已經準備好了, Sir 私家車都準備好 可以開始了, Madam 司馬, 案發現場在那邊的路 你帶我們來這裡幹什麼? 根據背寶寶的後攻 再加上我的分析 其實在事發之前, 這裡已經早有先事 所以我想首先在這裡證實一件事 表演時間 根據背寶寶的後攻所說 出事之前 這兩輛車曾經在對面那兩枕 航路燈上停下來 由於小巴司機撈著了 於是那些乘客就叫醒他 小巴司機醒一醒, 想把車開走 但前面的車又不動 他就響了兩下安, 把車抽頭 過了一輛私家車, 把車開走 好, 你想證實小巴司機是否睡著了 不… 根據所有乘客的後攻所說 小巴司機撈著了這個點 已經是暴容置業 我只是想證實一件事 在小巴抽頭的時候 背寶寶寶的位置 是否真的低得可以看清楚 私家車裡面的情況 楊明, 可以抽頭開車吧 是, Sir 小巴司機想抽頭過駕私家車的車 我是看見私家車的槍調低了 Sir, 我這個位置很清楚看見 私家車司機調低車槍 證實了背寶寶的口供, 沒錯 阿嫂, 你看見私家車司機 調低車槍這麼重要嗎 這個當然重要 私家車撞了之後 我發現私家車裡面的冷氣 還是開著的 既然開著了冷氣 為何他又要調低車槍 更奇怪的是 既然私家車司機沒有欺負到 為何他不把車子洗走呢 為何? 這時候就要去下一個的邵氏現場 如果我們找到綿養仔司機 我們就會知道當時的私家車司機 在做什麼 最初我忘了車牌紅馬車 不過我知道那個綿養仔 是白色和P牌子 司馬Sir 我這個位置很清楚看見 P牌綿養仔經過 還看見他撲下新裝私家車的情況 是嗎? 你到底想證明什麼? 綿養仔司機 撲下身看見什麼呢? 根據我的推測 他當時應該看到司機 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姿勢 什麼姿勢? 你是時候開估計 我們還沒找到綿養仔司機 一切都是你推測 會是你靠估計的 是呀 雖然我有信心 我的分析至少有八成以上的命中率 Yes Sir Sima, 可否快點說聲的重點呢? 好的 根據口供姐的描述 當時小巴和司家車 以大概時速五十公里行駛 並無超速 而在這個時候 司家車越走越慢 再加上小巴司機也固執了 並無為意 當有人再想叫小巴司機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撞到這輛司家車 停 停 由於不直所限 撞車這一段, 我會跳掉 今天的案件重演, 完結了 那不是完結了嗎? 當然了 那你想證明什麼? 那你也不明白我想表達什麼 跟著我 我剛才叫楊銘撞車的時候 小巴就留下了這條胎痕 但在案發當日, 我來到現場 現場一點胎痕都沒有 代表什麼呢? 你說小巴司機根本不能撞鎖 既然小巴司機已經醒了 為什麼不撞鎖呢? 通常有兩個原因 一, 他是得不及 二, 他是踩錯誘門 正確, 杜Sir真厲害 跟著我再次 根據我的推測 這裡雖然暗赤 但是當時小巴以五十公里的速度行鎖 撞到這輛司家車後面 根本不會造成什麼大的傷害 自己坐車 我估計是另一種情況 踩錯誘門 小巴為什麼沒有踩鎖 我們已經找到答案 關鍵在前面 當日來到現場的時候 私家車依然是不能鎖鎖 而且地上沒有留下任何胎痕 我需要問問大家 如果你駕駛車的時候 後面被人撞 第一時間會做什麼? 是會踩鎖鎖的 但是當日我來到現場的時候 私家車司機沒有踩鎖鎖 杜Sir, 不知道你怎麼看 突然被人撞 一時反應, 遲不出奇 好, 當你對 不過奇怪的是 我來到現場的時候 私家車司機當時依然昏迷 還沒被移走 而他當時的姿勢 也像榮現在一樣 身體向左邊傾側 當時車裡的冷氣還是開著 而且還在播放重金屬的音樂 他這個姿勢又代表什麼呢? 在撞車之前 司機是有試圖用他的右手拉左邊的手掌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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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用右手拉這個手掌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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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暗滴吸一口新鮮空氣 後來他覺得氣更順暢 就繼續開車 誰知走著走著 胸口突然劇痛 左邊身體開始失去知覺 正在心慌意亂之際 根本無法回憶小巴司機 因為睏眼睡而導致車速減慢 就是在私家車即將 撞到小巴車尾之際 拳哥下意識地扭汰避過 並向安警告 就是越過小巴一剎那 他中鋒並開始昏迷 但還意圖用他緊握活動的右手 去拉手駕駛 嘗試把車煞停 而剛好經過P牌綿羊仔司機 見到私家車司機開車的姿勢奇特 自會污低身張望 在小巴撞上私家車的那剎那 其實拳哥已經因為中鋒而死亡 所以他才完全沒有反應 沒有車 車踩著油門撞上欄杆, 鏟上行人路 這絲是說他右腦突然中風 導致他失去之鋸 Bingo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才能解釋到撞車前所有奇怪的現象 推測?全部都是推測 人會搞錯, 但資料不會 法醫的報告已經證實了 拳哥在撞車之後 身上雖然有很多表面的傷痕 但真正的死因是突發性腦山失 以致心臟停頓死亡 也就是說他在撞車之前已經死了 跟車禍根本沒有直接的關係 那就是說我們不能控告他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這條狀 沒錯 但是你又怎麼肯定到 他的腦山失是在車禍之後發生呢? 同樣, 我們也無法證實他的腦山失 是發生在車禍之前 所以根據香港的普通法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檢控小巴司機危險駕駛 才是最恰當的罪名 導致說得真是對 如果警察招不反對的話 我會正式向律政署方面提出 向那位小巴司機提出危險駕駛控罪 好, 我會正式簽份文件給你 謝謝, 警察 如果沒什麼的話 今天的案件重演, 搞定, 散得 好, 現場解封 好, 知道了 杜Sir, 麻煩你回去看看你的下屬 上級做事不是下級回報 要不然我這輩子給你詳細報告 你能破案嗎? 那倒是, 打打和吧 老大 你們不見 你不見, 司馬的樣子得戚得到 真是想一拳打爆他 他這個人比較囂張 不過話說回來 原來那私家車司機早就中風死了 這樣也被他想到 你以為我上次和你吃豬油拌飯 聽Hephy Metal 又開槍又開冷氣 對, 暴了才會這樣做 要不然我親身感受一下拳哥的狀況 我的腦子的電腦怎麼會轉得這麼快 怎麼會知道他是爆氣管和中風 你每樣都靠猜 你說什麼都可以 我不是靠猜的 我做每一件事都有真憑實據 對嗎? 別說別的事 像綿羊仔司機一樣 人工智能還沒找到他 怎麼能證明他看到的東西 就是司馬上看到的呢? 對, 大軍, 你說是嗎? 怎麼樣?還是不相信我? 要不這樣吧 遲些找到綿羊仔司機 拿去睡覺看看, 請喝奶茶吧 好, 別怕你嗎? 支持你 請你, 請你等我 好, 這樣就好了 反正隔壁的E&C同事都在質疑我 你幫我遛他們一起玩 我多多都喝得起 小心山上石 今天的訓練 目的是加強你對駕駛警隊電單車的操控 這些追形筒的擺放距離比較遠 要靠油門和刷車制來控制 透過扭過這些追形筒 達至加速和減速 以及轉向操控的訓練 喂, 盡量一點 你怎麼樣? 我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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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我們深入調查 私家車司機的死和車禍無關 我們會將小巴司機的控罪 由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改為危險駕駛 好 我已經蒸了一條魚吃飯了 出來吧 我 遇到哥哥班, 你很累嗎? 是, 很累 不過我喝到這麼多東西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而且遲些可以駕駛大馬出家 我已經想到, 覺得興奮了 我今天和一哥喝茶 他甚麼都告訴我 我知道了, 他說你在升降機裡很沙坡 做警察不是玩玩玩玩的 有很多規矩要守 我知道, 爸爸 但是我那天進升降機時 也不知道有這麼多大Sir在這裡 我下次不會了 總之你要懂得分寸 做警察除了維持治安之外 還要承受很多壓力 現在你跟著的是島Sir 他這個人很嚴厲 對, 對每樣東西都拿得很緊 你要聰明, 還只一句說 警察這份工作不容易做 但是很有意義 所以我一定會堅持下去 你知不知道 如果不是我的堅持 也不會幫到那個小巴司機 令他不被控告 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就算是檢控, 那個形罰也很不同 所以我的堅持是沒有白費的 說得好, 只要你認為你做的事 是對的, 是有意義的 你就要繼續堅持下去 所以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現在跟著島Sir 真的挺好的 他的樣子雖然就像你那樣 假裝了孤子, 也知道不笑 不過其實如果我連你也不害怕 我又怎麼會害怕他呢 好, 既然你士氣這麼好 爸爸一定會支持你的 對, 跟著這個島Sir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是, Sir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三個女兒像你十足十五 像個男生的樣子 快點過來開飯吧 是, 警官 清水灣道近飛鵝山道有交通意外 現場大量車輛擠塞, 影響交通 二十六, 麻煩你去看看 農場道近美孚泳池位置 得了幾輛貨櫃車 請附近伙計清理, Over 我心想不想要 你根本就想要 我心想要人家 我心想要人家 黑色車輛車, BG4287 靠左停在一旁… BG4287, 黑色車輛車 靠左停在一旁… 中文字幕——YK 謙少, 做過的警察真的不一樣嗎? 果然有的 聶狗就是聶狗 只懂得問, 也不懂得用腦 為何在裝正義, 哪有夠好玩 快點, 慢吞吞 行了…一落幾天被你拉過來 還不夠快手嗎?要不要這麼緊張 警察打了我幾天 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早知道我不借電單車給你拿 你待會下口供的東西 你下得清楚一點, 知道嗎? 知道了… 他叫我們職員協助調查 要不要這麼害怕 也不知道誰會害怕 明明你爸爸是監控警察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害怕來警察 就是這樣才害怕 我開電單車這件事 我爸爸媽媽不知道 他知道了, 一定會罵我 還有, 待會進去看見你警察 不要亂說話, 免得爆響 知道了, 長熙 好, 小心 我們在CCTV看見你當天拿著綿羊仔 爬頭經過私家車的時候 你曾經瘋身看過私家車裡面 你當時看見什麼? 當時我記得司機的姿勢有點古怪 他原本是單手拿著軚盤 然後突然側身, 我以為他想拿點東西 結果我看見兩隻手都離開軚盤 沒有, 那我就想看見兩隻手 如果什麼都看不到 他就繼續開車走 不用理會 不如你再想清楚當天還看見什麼 沒有了, Sir 要說我都說了 聽到了嗎? 全部被我猜中了 你們一人一杯奶茶, 我都走了 一杯奶茶而已, 我們輸得起 一杯奶茶? 連你們加上E&C, 總共十三杯 這瓶我還不喝奶茶喝飽 酒甜多奶, 笑甜小冰茶酒 多茶多奶, 多冰不要冰茶酒 冷一杯奶茶就冷一杯奶茶 就冷一杯奶茶 都說了我沒有衝燈, 沒有遮蓋 早就叫你別這麼害怕 我叫你別這麼害怕 我叫你別這麼容易撞到你老爸 你別這麼害怕, 先脫掉了 先離開這個鬼地方 先離開這個鬼地方 到了, 帶了三個飯回來 走吧 Sir, 別這麼用力 我律師來到一定會高你 除了把三個飯還抓到你兒子 怎麼了?來找爸爸嗎? 不是 來吧 不是… 聰仔, 我先走了 來吧 什麼事? 超速, 衝撞, 單程路U-turn掉頭 懷疑瘋狂駕駛 那誰呢? 我判了他 原來上次的綿羊仔是他開的 剛剛在AI樂園口供 你有電單車牌嗎? 我… Sir, 我很肚餓, 很想吃東西 要吃東西, 先下口供 把腿放上去, 坐好一點 下什麼口供? 我律師未來之前, 我不會說話 放水 放下 叫你坐好一點 看上去有沒有難 有難查到一個人破壞公罷罪 是, Sir 你們兩個 我撿回垃圾 起來 害死人 你拿電話多少? 什麼名字? 你爸爸罵人的時候挺兇的 你不聽話的時候 他不是這樣對你嗎? 你不聽話嗎? 在家裡 你怎麼回家 真的不聽話 我只想要走樓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們一起回來?你接兒子機嗎? 你不想當直嗎? 你和媽媽解釋 怎麼了?發生什麼事? 我去旅行之前 問朋友借一個電單車駕駕 在途中目擊到一宗交通意外 所以做證人協助調查 你問朋友借電單車駕駕? 你有電單車車牌嗎? 有,我三個月前考了 你有沒有搞錯,我都說不准你開電單車 你還要考慮電單車車牌? 你有沒有離譜一點? 媽媽,我只怕你有這個反應 才沒有跟你說,不想你擔心 電單車皮包鐵我告訴你很危險 你還要自把自毀? 不然爸爸發現的話 你是不是想著一輩子瞞著我? 媽媽,我二十二歲了 有權選擇自己想做的事 更何況電單車有多危險 怎麼辦?你的爸爸每天都搭電單車到處巡 你找爸爸來跟自己相比嗎? 真的有其父必有其子 什麼都瞞著我,什麼都不跟我說 你氣死了 媽媽,我開電單車附下 都是為了方便出入而已 你相信我的手車 我不會有事的,你別擔心 不行,如果你非要開電單車的話 你以後不要叫我媽媽 我拿衣服給你,你跟我走 去哪裡? 我想騙她的手車 好,試試吧 你們別騙了 你罵她有用嗎?讓她回來 你罵我的手車,帶她在這裡幹什麼? 你能夠跟隨他們 我以後讓你開電單車 你媽媽也不會反對 好,聽言為定 好,你看她 他我比較小恐怖 好,你看她 反對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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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待會兒回家吧 知道 怎麼樣? 手車不達到我要求的 那不代表我的手車不行? 我還沒說完 他駕駛得很安全, 也很守規矩 我相信他, 我讓他駕駛 太好了 師傅, 在這裡嗎? 我們還打算拿外賣來給你 給我?我沒有叫外賣 有 說過請你喝奶茶, 我們會認數的 連這些師班伙計一次個送給你 多沙拉、酒奶、小沙拉 別客氣, 不是分開十三天請的嗎? 怎麼回事? 別玩了 不是玩了嗎? 師馬Sir 不是? 我師馬怎麼會玩不起呢? 我快要和你喝三杯奶茶 六、六 只有十二杯, 差一杯 誰怨倒不服輸? 就搖搖 搖搖 怨倒不服輸, 那杯奶茶呢? 下午才和你玩, 我有重要的事要做 放了工吧, 玩有什麼所謂 師馬Sir, 是我 有一宗兇殺案想找你同事搖搖 要回來重案組協助調查 為何才能成功, 一眾人無人能激破 若眼光向前齊襲同一方 遙遙路途, 亦不須怕夜寒 進月退, 也要一起附亡 在陣裏, 缺乏哪個也不可 有事要做, 也要一起附亡 遙生如何衝破 一個人如何能闖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